干自己想干的事业 挣自己想挣的钱 此生以悔 绝对不能给人生留下任何遗憾 大家好 我叫焦双喜 来自北京 今年25岁 我今天参加飞行墓属 想找到工作 视频导演 视频编辑 网络传媒 以及现场活动体验师 主持人等适合我的工作 我的人生宣言 人生自古 谁无死 活出自己 人生精彩 最后祝福12位BOSS 以及刚哥 现场尊敬来宾 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一番封锁 零件美三张开戴 四级平安 五分类门六六大陣 七星高尚 八分九代九九 安康十专门百十九 千五一样万事容易 苏联比赫 可尔维一级网 时间前程时间 锦上天花 花好一圆 圆圆满满 满城光光 婚天喜地 第九天长 长命百岁 岁岁 平安 请说网络上人称阿B哥 B哥 ABCD的B 你能正常吗 呃 我 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你在炫的时候 包括后来你知道 我有幸在知道你要光临这个平台之后 专门去学习了两段你的视频 对于我来说口味太重了 为什么要做那样的视频 因为做网络这一块我们要的是三个字 不 好好说话 我们要的是三个字 点击率 点击率 所以为了点击率你可以 为艺术献身 你有没有底线 我的底线就是说 呃 在没有说 呃 触到法律的边缘的情况下的 所有东西都可以拍 我们要强调啊 注意 焦商喜 海淀卫生学院 中专 对 专业叫精神病护理 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我一点都不开玩笑 呃 目前我们国家精神病人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 最缺的是男护理 是一个有前途的职业 为什么不做 因为这个专业啊 不太适合我 我这个身材 您觉得护精神病护理 有的精神病比我还还壮还要大 一拳我没了 你是哪年毕业的 2005年的7月 毕业以后 就是精神病护理没有干 之后去药店去做卖药这一块 就店员那一块 店员 对 然后从零 做了多久 做了有五个月吧 呃 为什么不做了 呃 太无聊了 不是无聊 到那就是整天跟那个病人过来 过来拿药 有人说白了 有一聊天就忘了拿错药了 然后就是也不怎么想干的话 因为不适合 不想干 五个月不想干 不干了 对 接下来干什么 呃 跟家敬仰了有一年的时间吗 哈哈哈哈 你怎么了就敬仰 我觉得当时的年龄 我跟家考虑了很多东西 没有适合我的工作 我不想去干 现在的工作是什么 现在有两个小工作 不算正式的工作 嗯 还是现在给某网站做片嘛 也做 对就是说完了就是卖点片嘛 你卖的片子就是这个 因为你的那个系列好像叫阿碧哥的一天 对的 碧哥的一天系列 啊 还有什么工作 没事 休息的时候玩玩黑车 就是 趴火 就是 是真的是黑车 真是黑车 就趴火 没被抓过吗 一次没有 是因为警察认识碧哥吗 不 因为我一般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九点 就早上起来九点之间就收车了 晚上十点之后就出车 对 这样打开一个时间差 这是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对 大概是 这是真实的状态 真实的状态 不是你逗我玩的 绝对没逗你 你现在真的是要找工作 真是要找工作 你现在要找的这份工作 其实还是和你的爱好有关 对 你就要找一个视频网站 专职去做创作 其他的就是 比如说 类似一些创作的东西 刘慧普你那么严肃 要干什么 没有问题是吧 他一定变傻了 真的我觉得你做视频也亏惨了 应该真的拜个师傅 学相声 视频方面你是想做 制作还是表演啊 在未来 什么都可以 因为我其实在担心的是 你刚刚形容你的 艺术生命啊 我担心你艺术生命可能会很短 因为明天可能会有个 C歌 D歌 E歌 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正式的去学一下 那行 比如学表演啊 或者是学制作 有没有想过 或者学相声啊 因为很简单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某著名影校出来的学生 还没有你B歌拍的视频好 还没有你B歌做的人气大 还用你B歌在网上的做的一个有成就 这是现实的一个东西 你稍等一下 你现在把自己称为有成就了吗 已经 我觉得是有成就的 你对成就的定义是 成就的东西就是 我从一开始做到视频 做到现在 毕竟做了 我Q层有几万人 这么多人去支持我 当我有的时候想放弃这个视频行业的时候 大家拖着你的后腿 哭诉着说 不行你别走 对 你告诉我一下 五年以后 十年以后 你在做什么职业 十年以后你在做什么职业 十年以后 十年以后我想我还是在拍视频 但是就不是在想了这些小小的视频 而是做更好 有质量 有高水准的视频 类似一种爆炸搞笑片 还是爆炸搞笑片 是叫阿碧哥的一年吗 不是 一生 阿碧哥的一年 现在咱们这样 阿碧哥的一天之 相亲 相亲 开始 要有相亲网站的元素进来 不用 可以演 可以演 你好 是Lucy吗 我阿碧啊 你看我是不是帅带了酷币了 你看咱们两个 是不是都是百合网推荐的 咱们俩就是才子配家人 牛郎配之女 我女你就是 牛郎配之女 美女配君男 花好叶元 地久 天长 来你看我 你看今天咱们能不能就把祭蹬了 哎呀 暂时还不行呢 不行这么着吧 咱俩喝点浇杯酒 你看方便吗 哎 浇杯酒轻易不能喝 没事 喝了浇杯酒 没有别的意思 喝了浇杯酒 哎哎哎哎哎哎 怎么了人家就跟你喝浇杯酒 就因为你说你是阿碧 稍微这样 不问了 不问了 现在你们来做一个判断和选择 阿碧哥 他的名字叫浇双喜 应该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有三家流了下来 分别是一宝之父 百合网和暴风影音 天生我有才 在座的你们三个流灯的 你们真的觉得他能够去做你们公司一个正常的工作吗 小飞他可能不是公司会请他 但我们不能否认他才华和创作力 他才华我不否认 但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不是应该先引导一下呢 我觉得是两个问题 就是首先就是阿碧哥做的这种视频 一确是挺老心的 你们是纵容了他这种东西 其实是很可悲的 但是首先 一个首先不是他可悲 是整个的娱乐产业可悲 你说你很可悲不言 我太不允许你这句话了 什么叫整个的娱乐产业不对呀 我跟你说 你觉得通过这样一个人能影射整个娱乐产业吗 阿碧哥这样的情况 他有可能 我觉得我严重要求你到 你太过分了 会有电影 这样一个人不能 我告诉你 非你莫属也是一个娱乐节目 也是一个招聘节目 它怎么可能影响娱乐产业呢 是娱乐产业不好才会出这样人吗 娱乐产业的可悲来源于观众 我们不讨论 娱乐产业的东西都不可悲 沐言 观众喜欢这个 好了沐言 沐言你的理工科真实堂出来了 你把第二轮灭灯 没有打死一声 整个就取消 让他们直接给offer 因为他们之前看到了他所有的视频 他们也看到他场上的表现 既然能给你第一轮留灯 就证明他们认可他的这个价值观 认可他的道德观 小飞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看到视频的时候 别人再看视频的时候 我看了下面的评论 我说句心里话挺不堪入目的 我跟你说 你不用猜那些没有什么疯子 然后这哥们是什么怎么了怎么了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体现了吗 你什么感觉 我没有反应 好来三位 现在我给你们一人一个提问题的机会 其他人不再争论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没必要去争论价值观 因为太明显了 答案就摆在那 谁都不说话 三位 一人一个问题 王刚开始 因为我们也是一家视频公司了 其实现在视频公司的话 内容的来源很多 来源于网名原创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来源的话 本来就称之不齐 都有很多来 评论不高的东西 不过对于网站来讲 尽管内容可以来自多方面的 就你刚才讲到 只要你是遵守法律 有法律的底线 但是对于网站来讲的话 它不仅仅要有法律的底线 它还要有道德的底线 好谢谢王刚 来 我觉得阿比哥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至少是一个追求与众不同的人 这富家难能可贵 虽然有点低俗 但是既然能够与众不同 不管是低俗 未来你也可能有品位 因为这个社会最确定就是与众不同 大家都太一致化了 也宽容一点 所以我认为阿比哥这一点我很欣赏 我就问一下阿比哥动机吧 动机是什么 比如说你说点击句讲了好几次是吧 点击句 还有咱们观众的笑声 还有这个钱 这三个东西你选哪个东西 你觉得对你最有的吸引力 第一我要点击句 第二我要笑声 第三要钱 好了 现在还有三位留了下来 三位 经过刚才的 boss团的群体失控之后 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地想问题 三位不要受别人的影响 但是刚才他回答了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请选择 后面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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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这些才华 我真死了 你刚才的那种说口而出 我做不到 但是任何的才华 都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释放的方法 对 所以现在的阿逼哥系列 可能不是最好的表达方法 也许今天算是一个提示 也许以后我们看到 阿逼哥改头换面了 重新做人了 到那一天 可能会有网站主动找你 给你提供一份像样的通通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再见 整体感受 我就觉得上了现场 定光开过了 东一句西句 还有一个美女 那不行 你这都都灭了 我怎么着怎么着 我的妈呀 好像我这都要出人命 你知道吗 你说 其实啊 最后为什么影音风暴 在灭灯的时候 停了七秒钟 我想当时影音风暴 是确实想跟阿逼合作 确实想 用阿逼 但是迫于现场的一个压力 所有灯都灭了 他不灭不合适 没有办法影音风暴才灭 不要紧 等非你莫属 所有12位boss 通通换一锅的时候 阿逼 再来